我想赞助各位都是非常的优秀 都是社会上最有名秀 我们也有很多的媒体也都在产 也有很多的新媒体也都在发展中 其实我们可以透过我们自己 不管是你所能够运用的媒体资源 或者是你甚至在家族在家庭 在朋友在餐会在社交的场合中 我们谈到了国际的国内的两岸的趋势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跟朋友们说说 美国要打的台独牌 不是为我们 是为他们的愿意 而这个台独牌是危险的 我觉得我们可以 很多的方式来让大家知道 您看看 我们努力了很多年 最终现在在台湾 相信美国人会保护台湾人 不到五成 过去五成多以上 甚至到六成都有 现在绝大部分的 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的民众 不信任美国 会相信美国会保护台湾 为什么 因为当大家知道 美国人的目的 美国人的用意的时候 他就不再相信 一旦不再相信 台独跟美国之间的勾连的 这个力量就会全弱了 台独依靠了美国跟其他的有新的国际的势力 他的影响力跟作用就会减多 这就是我们可以先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另外我觉得台湾 台湾对于大陆来说的话 其实大陆的朋友们 不管是学者老师 学生 企业界 科技界 或是一般的民众 要到台湾来 你觉得 没有什么问题 他们都是喜欢的 所以在过去 蛮旧时代的时候 每一年 随便都可以突破一千万 在逛逛的人数 是台湾消化不了 说不要那么多人 大陆人到台湾来交流 问题也不到 问题最大的是 怎么样让台湾更多的年轻人 更多的朋友到大陆来 我们看到大陆很多的努力 不管是邀请 或者是很多的 请办活动 希望台湾来 其实我个人认为 台湾 我们在座各位 尤其是国民党的 民众党的 还有各个老师 还有很多的媒体工作室 还有很多企业家 科学家 我们都可以尽上我们的力量 我们去影响我们的年轻人 我们去推动 我们可以去组织很多活动 我们把我们自己 把台湾的朋友带到大陆来 应该台湾这些部分要主动 我觉得我们党这些部分 在战略上 民众党在这个部分 在战略上 应该要更大的 更前进 组织更多的台湾的年轻朋友 若一不绝来到台湾 他就不会再相信 民进党所说的那些话 刚刚我们也没有 闻到说 有关于 把大陆的高铁 没有靠背的问题 其实 他 他知道台湾的民众 不会相信 高铁可以做得出来 怎么可能 不会做出 背 不会做出 靠背 没有人会相信自己 但是 他为什么要这样讲 其实他这样讲是要 极化大陆的民众的不满 的愤怒 当他极化了大陆的民众 尤其是年轻人 不满 愤怒的时候 在网路上 攻击 然后 再鼓动 他的 1450 然后去反其 就把仇恨去极化 所以 他们并不是不知道 大陆高铁可以做出来 靠背 一定会 他们也不是不知道 可以到台湾来访 来观光旅游 怎么可能 查一段 是不行的 他们 从各个画面 早就看到 多个大陆的城市的现代化 都建立起来 怎么可能 他们被住在 土窑房屋 他们都 心知度 他们知道 大陆的北斗 早就发展起来了 怎么可能 警方军到台中 会迷路 都不知道 但是为什么要这样说 要这样说的目的 是要 激化矛盾 激化 两岸之间的矛盾 让两岸的年轻人 更加的仇恨 仇恨才是他们的目的 我想 这个部分 我们让更多的台湾的民众 到台湾来 到大陆来 那他看到了 他接触了 他交到了朋友 自然 他们的功能 他们的作用 都可以降低 这是我们在座各位 都可以努力 所以我个人认为 如何可以对抗分裂 也可以对抗分裂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